修持念佛法门乃至听经文法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佛道 念佛能使我们升起慈悲心 惭愧心 忏悔心 大悲愿心 感恩回向心 而这些都是成佛修菩萨行的基础 等到进入以后呢 照讲我们应该也是要像佛陀这样 说法49年 说了经 律 这些论 这些都可以来介绍给走入佛门的人 不是说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念佛 一个净土法门 这样的话呢 那佛陀说了那么多年 说了那么多部的经典 那好像看起来佛陀也不是很聪明 所以绝对不是 我相信佛陀说了这个书胜的净土法门 当然是让我们能够对它产生一个兴趣 那不管你是净土法门也好 不管你是禅宗也好 不管你是其他的宗派也好 我们这个佛法或是经典的内容呢 我们都要去深入 我记得净土法门他也有叫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一些经论 不是只有练佛就好 所以它里面的细项呢 我们只要去了解就知道 原来净土法门它是一个殊胜的地方 因为它是经过法杖比丘去修行 然后实现的一个极乐世界 但是它过程它要接引众生 它是大慈大悲 它接引了这些众生呢 到那边修行呢 最后我们学佛的人呢 最终所要追求的人不是只有到净土 我们假如是学佛的人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我们也要成佛 净土中说花开见佛 所见的佛是指这一面心 是指菩提 灭盘 十方新闻记者来玉荣台北采访报道